我介紹兩位對談的朋友 第一位是周錦培先生 他是慈山之佛教藝術博物館的助理研究員 他是台灣國立大學藝術史的研究石師 他專長佛教藝術史和亞洲工藝的交流 因為他曾經做過一些私人藏家的拍物公司 當然,我們博物館的曼谷一燈和很多刊物 甚至我們在Zoom的很多中文字或介紹都出自首筆 另外,我想介紹今天的主講者 最主要是廖仲海先生 我們叫他海或者Jess 他是我們慈山之佛教藝術博物館的同事 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石師 所以他對佛學非常深入的了解 當然,他亦在澳洲皇家理工藝術文學院都非常有體會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他是曾延宗大全法院劉全法冠頂 其實他也是一個法師 所以他專長當然是當大藝術 以及自己曾延宗密教 我相信一會兩位會和大家聊到很多有關日本的曾延宗 Jazz的遊歷和景輩對大家的對談 所以我也不妨礙大家了 《時空行者與佛陀的漫步》 《雲水一遇》 《女人對談》系列 我正式交給景輩 謝謝景輩 OK,多謝YT 多謝你的介紹 OK,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來到《雲水一遇》的時間 如果之前都有參加我們之前節目的朋友 應該就會知道我們已經在雲吞 走過兩條很重要的道路 去引導為憶復活的教法 走過西班牙的Carnio de San Diego 來一次森林的洗奶 如果之前還沒看的朋友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再次觀看的 今天是第三頓 我們來到日本和博物館的同事Jazz 一起談談關於日本經驗中的十八本三巡禮 Jazz,今天就是麻煩你了 好嗎? OK,我想日本對於香港人來說 大家都不陌生 很多人也都有日本旅行的經驗 但是對於日本的北教 可能不太了解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在博物館Facebook的 《雲水遇技》單元就會知道 今天我們在談談的 這時候是否可以先自歷史背景的這個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是 是,好啊,謝謝景培 是的,在今天跟大家分享我這個十八本山巡禮之旅之前 我想先幫大家打個底 知道什麼叫曾言宗 什麼叫全法院流全法罐頂入壇 剛才YT對我的介紹 大家可能都在說什麼 曾言宗 密宗 大家會問和西藏有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日本又會有密宗 不是一直都是那些喇嘛 或者西藏才會看到的嗎? 這樣說吧 我們從一個學術的角度去說 其實呂建福先生 有一本著作叫做《中國物教史》 無論是藏傳佛教 或者是日本真言宗 或者我們中國去研究 對於密教的研究來說 這本《中國物教史》 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史書 他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定義 其實密宗、真言宗、藏物 我們都可以統稱為密教 有兩種定義 一種就是佛教的密教 另一種就是傳統印度婆羅門教 或者叫做現在發展成今次今日的印度教 其實大家如果有上那些佛學班或者佛學歷史 也有聽過在佛出生的年代 在印度已經有四性階級 婆羅門、賊蒂利、廢射、守陀羅 這些四種階級 其中一種就是婆羅門 在印度來說是最高級的階級 其實在婆羅門教裡面 他們有一種叫做廢陀文學 在廢陀文學裡面 就會有一些讚歌 這些讚歌是會記載著 印度的一些對於大自然的崇拜 或者一些歷史 其中有離區廢陀 或者沙麻廢陀 或者夜遊廢陀 特別是在阿塔婆廢陀裡面 他們就會有一些記載 就是關於真言脈咒去祈福燒哉 所以將真言當為神聖 甚至在傳統印度的哲學裡面 他們有所謂聖常逐倫的禮曼叉派 簡單來說 在實教出現以前 在印度裡面 已經有很多屬於咒語的記載 或者關於一些咒語 如何去祈福 或者如何去解決問題的記載 所以這個情形也是一種的物教 甚至乎在大戰師 亦都是在印度的一些古代文學 有記載就是 執婆即是Shiva 執魯即是Vislu 其實你如果有看一些跟印度有關的電影 有時候主角都會提 Vislu來幫我 這就是他們所信奉的神 其實已經是有對於咒語的記載 就是遠起佛之前已經有 所以我們都會統稱那些都是物教 下一版 在佛教裡面的所謂的物教 那你想想 佛教 他們這個教團在印度出現 上一版 在佛教 在這個印度背景裡面出現 一定就會和印度其他的文化一定有相互影響 那根據中阿含經或者長阿含經 我們這些叫做原始佛教的經典裡面記載 或者在律狀 四份律裡面都有記載 其實最初的時候佛堂是禁止佛弟子去用咒術的 或者是佛堂不讓他唸咒 在最早期的時候 那如果犯了這些禁戒 那就是叫做阿波日提罪 那甚至乎在巴黎的聖典 即是南傳的列卡亞裡面 他都有將這些叫做 關於咒術一些鬼神 一些禁咒 都是一些佛生之學 即是一些 在佛教來講 可能在最原始來講 其實是不鼓勵的 是反對的 但是我們看回 《十重律》裡面 都是禁止的 但是其實是 咒術是存在的 在印度的社會是存在的 直到就是發生在 《集邯行經》 在《252經》裡面記載 那因為佛堂有一個弟子 他是被蛇咬 被蛇咬了之後 當時來講 沒有來不及為他做醫治 而當中佛堂有一個弟子 其實是懂得念咒去醫病的 但是因為佛堂禁止 所以他就沒有做到 因而令到一位比丘是往生的 及後他們就問佛堂 佛堂如果下次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懂得念咒 而可能在沒有其他的 沒有其他的醫生的情形之下 我可不可以去念咒幫人呢 因為一個這樣的記載 一個這樣的事件 佛堂就開啟他 在某些的情形之下 例如自毒 防衛 你不妨去仲前 下一版 去到南傳的巴黎聖典 也有一張 這些叫做治病的咒 也有記載 或者解讀咒也有記載等等 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先不要用我們現在日常大乘經典 或者我們漢傳顯宗所接觸到的咒語 是說很原始的時候 咒語是有一個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 例如醫蛇病、醫牙痛等等 而最初佛堂的態度是 不鼓勵 到後期有些事情發展 佛堂才叫做慢慢開啟 去到印尋法師所寫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裡面 他就提到了 所謂的物教是什麼呢 就是有所謂的顯示和秘密 顯示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們所謂的小誠佛教 就是我們所謂的小誠佛教 大誠佛教 就是顯示的 而且在所謂的顯教裡面是兼容異成的 而相對之下 有一種叫做秘密教 也就是物教、物宗 還有這一系列的佛教 是不會公開傳授的 原則上就 在傳統來說 大家可能可以 用現在的社會為例 大家可以透過 Zoom 或者其他的渠道 或者一些公開的講座 去學習一些顯教的教理 但是在密教傳統來說 我們一些和物宗有關的教授 或者是這些物宗的傳授 原則上就 不會是一個這麼公開的情形之下去廣傳的 因為物宗就本身有它的秘密的特色在這裡 我要再強調一次 密教 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 不可以單憑個人的 對於 我現在給了《大藏經》 《密教報》 其實《大藏經》 其實《大藏經》裡 都記載了很多移軌 或者有很多咒語 大家未必懂得讀 但是你拿了這個《大藏經》 原則上在這個傳統的教法裡面 你是不允許自己去自我發展的 是一定要有資格的人去做指導 或者我們很強調的傳承 例如《日本真言宗》 我們有所謂的血脈傳承 可能我的老師是誰 我的老師是誰 一路一路追溯上去 甚至乎在藏傳 藏傳也會有所謂的醫子上司 他去教授你如何修辭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不是我們單憑自己的文字上的理解 就可以去學習這件事 下一版 接下來我會給你們看一個圖表 剛才提到 佛教早在佛教出現之前已經存在 但到佛教出現的時候 是慢慢發展成一套 和佛教的義理相連結的一種教法來的 一般來說 我們會分為早期的物教 即是雜物 中期的物教 所謂的純物 到後期的物教 有所謂的蒙上儒家物教 簡單來說 雜物 以早期的咒術發展 即是例如 印度本身是有些 記載一些可能 自蛇毒 自牙痛的咒語 慢慢地 和一些佛教的信仰所連結 例如 孔雀明王 其實孔雀明王的咒語 因為 為何說自蛇毒 是和孔雀明王的咒語有關聯 因為 印度人相信 孔雀這種尿類 是能夠奪食一切的毒蟲 所以 慢慢地 這些早期的 可能自病自毒的咒語 和一些本尊的信仰連結起來 所以 在表面的意義來說 它是奪食一切 世間的毒蟲 世間一切毒蛇的毒 其實 它有多一個深層的意義 就是 這個咒語 是對峙你的貪真痴三毒 煩惱的毒 這個是屬於 我們稱之為雜文 在傳來中國的時候 有菩提流之 或者阿地居多 是有這些前人帶來的 這些都是在唐以前 例如 約師佛的信仰 都是在很久 在這個時候 帶來漢土 而且 很多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 異理 跟我們一般接觸 所謂的遣教 是有關聯的 到了 中期 例如去到唐朝 有一些相對地 有系統的物教 傳入來中國 例如開元三大使 帶來了 例如 大日經 即是 大皮奴遮羅 成佛神變 加慈經 或者 金剛頂守儒家經 或者蘇式對結羅經 等等的 有系統的經典 帶進來 這個神物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已經不再是一種純粹的咒語 它還牽涉到一些 跟遣教二理有不同 例如我們一般接觸遣教二理 是說四大 地水火風 可能 但是呢 在物教來講 我們有所謂的六大 地水火風空色 有所謂的六大 已經是有它自己的一套的二理系統 甚至乎就是 在一種修詞的層面裡面 它除了咒語之外 我們有講所謂的 口重真言 即是咒語 手結契人 意想本尊 即是你的 你的腦子 你是想著 你要修詞的那個法的那個本尊 這個已經是一個 比起早期的 所謂的雜物信仰裡面 它已經多了一些 其他的元素 甚至乎可能會有說 你修詞的那個法 它還會有一些所謂移軌的內容 例如你要用些什麼的香 或者你做這個法的時候 你是想達到一些什麼的目的 所謂色 增 懷豬 色就是色災 增就是增益 懷就是懷愛 豬就是豬滅 你有什麼的目的去修這個法 如果你用 因為不同的目的而修這個法的話 那你又會有一些的 條件你要符合的 例如 顏色上 香 等等 那這個已經是一種 完全是跟我們所認知的 漢傳大乘佛教是 有些已經是很不同了 因為可能本身呢 物教起雜物 所謂有一些雜物的情況 可能會和一些其他經典 混在一起 例如大家看大乘的廟法蓮花經 它裡面都有大約六個真言 鼓勵大家去持中 而就說透過你去持中這六個真言 你是會有其他的功德來幫助你去學習 那個廟法蓮花經 那麼 這個時期有所謂一些物咒 是這樣的形式出現到 所謂中期的物教 是引動的中期物教 已經是不單止是 純粹是唸一個咒 而是說 如何透過唸一個咒 如何去結手印 如何去意想本尊 去達到某一種的修學的效果 那麼 由開園三大士 善無畏 金剛志 和北空三藏 這三位 那麼 就將這個 有系統的物教 帶來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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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的中國 那麼 也都在那個時間 唐朝的時候 是世界的一個很強盛的國家 在文化上 經濟上 那麼 連日本 都會派一些 我們叫遣唐士 除了日本 韓國 都會派一些遣唐士 過來 中國讀書 而當時來說 來到中國 又學到物教 有所謂的空海 日本人稱它為 弘法大師的空海 或者 天台中的全教大師 聚情上人 他也有把一些物教 去帶回日本 他們在那個時候 所學習的物教 在日本 是可以說 由唐朝 是保留到現在的 而你說 我們漢圖 我們中國 有沒有 這個所謂 大日經 或者金剛頂經 這個系統的 物教的傳承 可以說是 起唐以後 已經 色微了 為什麼色微呢 也是因為一些 政治的事件 例如 一些滅佛的 滅佛的事情 發生 政府現在 不鼓勵佛教 可能傾向信道教 可能 物教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 物教是 有很多的器物 有很多的圖像 等等的事情 在我們的修學裡面 可能在保存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的困難 即是 我要藏起來 我要藏起來 因此 在唐 經歷了一些 所謂的 法難之後 慢慢 已經都 不再 不再 輕盛 甚至乎 去到 宋 都有一些 其他的 物 物教 傳入 印度的物教 傳入 但是 都不能夠 流行 所以 唐宋之後 其實都等於 沒有了物宗 在中國來說 或者 有一部分的 真言 但是 所謂的 比較有系統的修詞 已經是 斷了 在印度的情況 他有所謂 早期的雜物 到中期的 所謂金剛 頂經 大日經這些傳承出現 其實在印度 是 他的物教的出現 或者他的發展 是 沒有停過的 那麼 那麼 在 印度來說 慢慢 也都 再出現了一種叫做 無上儒家物 的 手持方法 那 而這一套的無上儒家物 或者是叫做 時倫性 時倫物教 那 在印度 慢慢 又再由大日經 金剛頂經 都再出現 這些 我剛才提到的 那些物教 但是 其實有一部分 是傳來中國 在宋的時候 但是 不流行 但是反而 在宋的那個年代 有這個 蓮花生大使入藏 他直接 就把這套 物教 就帶了 進去西藏 反而西藏 也是 保留了 那個時期的物教 去到 現今的 所以這個圖表 大概可以告訴你 物教 在今時今日的情況 有西藏 有日本 你說他們是否完全一樣 肯定不是 但是你說他們是否沒有關係 也不是 他們只是象徵了 在印度 一個中期的物教 在京堂去了日本 到後期的物教 就保存在西藏的物教 這個傳承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大家如果可以下次聽到 有所謂的 東物 就是日本的物教 不是東營的物宗的意思 我稍後會說 跟東子有關的 所以有人會稱 日本的物教叫 東脈 或者 空海 他回到日本後 他所創立的 有一個宗的名字 叫曾延宗 也在象徵日本的物教 而藏物故自然 就是西藏的系列 或者現在大家 有時候你們都會聽過所謂的 唐脈 唐脈的意思 就是唐脈 就是唐脈 甚至有些人稱呼 東脈就是唐脈 我想 要稍為判斷 唐脈的意思 即是說 他沒有斷過唐脈 沒有變譯 或者有可以記載的發展 流傳下來 各位自己去判斷 唐脈 究竟唐脈傳到日本 在日本 其實是否真的完全沒有 沒有變譯呢 或者是否完全沒有跟日本 自己其他的文化 所結合呢 而 而 在日本出現的物教 是否稱為唐脈 大家可以 自己去心思 下一張 謝謝 好了 講了一段 這些歷史 真言宗 我現在就講 因為我們今天 我講我的旅程 其實就是 跟真言宗有關 真言宗簡介 來自印度 經中國 由弘法大師 傳到日本 而維持到現在 叫真言宗 早段時間 有所謂的八組 我們叫做 龍猛傳給龍治 龍猛、龍治 都在印度 金剛治 和不空 和善無畏 就在印度 將物法帶去中國 然後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傳人 例如 善無畏的傳人 是一行禪師 金剛治三藏 有一位傳人 就是不空三藏 而不空三藏 之後有一位傳人 就是衛果和尚 然後有一位遣唐時 日本派來唐朝 讀書的人 就是文化大師 他就跟衛果和尚去學習 然後他就帶回日本 真言宗 是日本佛教的 其中一個主流 以東子 東子就是現在京都 他們叫做 有另一個稱呼 他的全名叫做 教皇護國子 本身是屬於日本皇室 因為當時日本政府 日本皇室很支持空海 將這個寺院送給空海 因此他就是以東子做傳教的中心 所以有些人會稱呼真言中 也會稱呼為東脈 亦都在宏仁的七年 日本的歷法 宏仁七年 猜蛾天王就將高野山 還給空海 即是王法大師 你說高野山有一個特別的 他們有說一件事叫飛行三鼓 飛行三鼓的意思是什麼呢 物教是有一些法器的 有一些法器 例如 現在我這一支叫做獨鼓柱 如果三鼓就是多 兩邊各自多一個角 都是我們物教的法器 當時來講 王法大師在漢堂 唐朝中國學習的時候 他就將一支三鼓柱 由中國 扔回去日本 口遠 怎麼扔 不知道 傳下來是這樣說 他就將這支三鼓柱 扔回去日本 而這支三鼓柱 所墜落的地方 就是將來他的動場所在地 而話說就是 他們就 王法大師就在高野山這個地方 找回到當時 在中國 扔回去日本的那支三鼓柱 而 現在日本的 有這個博物館 都會有展覽的 這支三鼓柱 所以他們就稱呼這支三鼓柱 叫做飛行三鼓 甚至乎在高野山 他有一個地方叫做三鼓蟲 有一棵蟲樹 話說就是 那支三鼓柱 掉下來的地方 而那個地方 之後那棵蟲樹 生出來的每一個葉 都是三支的 傳說是這樣說的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所以天王就把高野山給了空海 空海就是王法大師 他就開創了金剛風寺 所以 在那個時代 除了風寺之外 金剛風寺就是高野山 亦都是真言中的中心 而空海大師 他叫做入定 他們稱為入定 簡直說他不能夠 好像一個正常人 在我們面前行走運作的狀態之下 那真言中 亦都因爲一些圖眾 他們各自去到別的地方開山 立派、立教 那又慢慢出現了很多分派 那時至 現代 那會有一種 可能比較普遍的說法 就是有所謂新義真言中 和古義真言中 大家先得知字 而真言中所依的經典是什麼 其實通常每一個宗派 他能夠立宗 都會有自己所依止的經典 例如天台中就會有 妙法蓮花經 無良義經 觀普言菩薩行法經 那這個就是天台中所依止的經典 而真言中所依止的經典 就是大培奴聖佛神變 神變加慈經 即是大約經 和金光鼎經和蘇式地揭羅經 下一版 麻煩你 好 那 那 空海 是公園 七七四年 在賺旗 出生 那 即是現在的鄉村縣善通子 那 那 那他在804年 就去了 大堂 那 學 學物教 那 那 那可以提一件事就是 那 你們學日文有平假明和片 平假明和片假明的 那 那 片假明呢 是 它會有 用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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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一些外來語 其實最早期呢 除了 它不是只用來翻譯外來語那麼簡單 它也都用來 叫做翻譯一些咒語的 那 而 空海大師就是 創立這種 文法的 的 創始人 那 那 85 3年 在高野山到原籍 享年61歲 日本人 就 說 空海大師其實是 入了定的 那 那為什麼是入了定呢 那我稍後都會 說的 那 到下一版 關於寧場巡拜那裏 那裏 好 Jacy 你剛剛說到 空海大師 真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入脈 尤其是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 是我們Facebook的 雲水特技 我們也是介紹和空海大師有關的展覽小說和電影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找來看看 然後如果大家還有些人像 之前 沙發道 是 卡米諾的分享 都是提到 四個評論 也都和空海大師有關的 然後 現在說的是 日本的 寧場寧敗 但是 一件很有趣的文化體驗 除了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之外 還可以買一本 小冊子去吸引 好像是 Facebook那樣的 都是一個很好的旅行的唯一 Jacy 接下來了 請你帶我們正式打上 日本正義中的 存禮之路 是 多謝景培 其實 很有趣的 日本人是有這種 所謂的 巡禮的 文化習俗 好像剛才景培所說 他們每去完一個 檢查點 有一本 你現在看到 《立經像》 或者他們叫 《珠印像》 即是一本 風琴式的書 一些寺院 被人 畫 立即一個印 畫一個 代表你曾經 你來過的那個地方 他們有這個習慣 甚至乎有這個 你不喜歡用《立經像》 我就用這個卷軸 你看到現在 POWERPOINT 有兩幅圖 他們分別去了不同的寧場 那麼多寧院 就畫滿了 其實都很好看的 那 我的經驗 我那次去了 曾延宗的十八本山 做這個巡拜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短 十八個 因為一般來說 這些寧場巡拜 都是三十三或者八十八的 最早期在日本出現的寧場巡拜路線 其實是觀音寧場巡拜 我要說一說 因為他們有叫做西國三十三觀音寧場巡拜的這條路線 那麼 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傳統 他們 日本人就說是有一千三百年的歷史 這種這樣的寧場 我們現在可以稱為道場 那麼 在一千三百年前 日本有一個寺院在內涼的 叫長谷子 那麼他的開山祖師就是 德道上人 德就是功德的德 道就是道理的道 德道上人呢 他就在他 準備往生的時候 他就看到閻王 閻王就叫他 不如你去 教導一些人去不同的 菩薩的寧場 到禮拜 來得到菩薩的加持 而在這個過程 你就要 有一本 書去記載 去證明你是去過那個地方 而當時來說 他們就 因為 德道上人 他那個 創辦的長谷子 是以觀音菩薩 做本尊的 這樣 所以就有一個所謂的 最早期就是西國 三十三 觀音寧場巡拜 他就有一個 他就 弄了一個 這樣的路線出來 到後期 黃法大師 他就有去過 四國 就有八十八個 所或者寧場 他曾經修行的時候 在四國修行的時候 而創建的八十八個 殿堂 不是一些很大的 很多都不是很大的寺院 那 後人就要記載 為了紀念這件事 也都 為了追隨黃法大師的足跡 他們就有去四國 做這個八十八寧場的巡拜 而他們都會很隆重其時 會特意穿全白的衣服 配席還會寫著同行二人 同行二人的意思是 你不是一個人走 有多一個人陪你 而那個人就是 黃法大師陪你走 所以就是同行二人 陪你們去 跟隨他的足跡去走 那個八十八的寧場 所以又有一個這樣的路線 到後期都有很多的不動 即是因為不同的本尊 例如地藏菩薩 若師佛 不動明王 而他們都開展出 有不同的路線出來 那 你問我 那我的很真實的經驗 成本都頗為高的 其實這次是一個旅遊分享 我應該多說一些 和旅遊相關的體會給你們聽 那 我當時去 我去這個 真言中十八本山這個路線 我是用了八天去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上班 我都想快點 承認這個路線 就是完成這個路線的巡邁 我是用了八天的時間 去這個 本山的巡邁 景培你可不可以和我按下一板 有條路線可以給大家看 那因為這個路線呢 是橫跨這個冰庫縣 內良 和歌山 和京都 和這個四國 那我很記得我那天 一落車 就是 我是坐 早上飛機 就是凌晨機 我是凌晨機去日本的 那 我是 當時我是三個人去的 兩個朋友陪我去的 那我們是早上 六點多 去到關西機場 然後就 拿車 然後就 駕駛了差不多 五個小時 是的 即是六點多駕駛 駛了差不多 四個半至五個小時 就去到四國鄉村縣 那裡 買那個 剛才你看到那個掛軸 然後去吸引 然後就由四國 回到兵庫縣 即是神戶那邊 到內良 到京都 到和歌山 一路 那八天就這樣 開車 這樣走 就去了 因為我們也有去到其他寺院的 所以就 除了十八個半山之外 我們也去了 其他道場 所以 在八天時間 我們去了二十三個寺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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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了 這麼多寺院 而 那個時間的成本 一來都是 都高昂 而 你去那些地方 你去畫 那個 他們叫做 余珠印 如果你是那本 風琴式那本 記事簿 剛才的警惠說 好像護照那本 就大概五百日圓 畫 而且你要知道 你去那些寺院 還要付入場費 但是 因為我當時 我和朋友 我們都是用 掛軸 因為掛軸 我們覺得比較漂亮 拿掛軸進去畫 就要付一千日圓 對 護照那半便便 就要五百日圓 如果掛軸 就要一千日圓 那你想想 我們去十八個寺院 那 座底都已經是要 萬八日圓 去去 還有買那個掛軸 我們都是大概 我們都用了 差不多一人二萬日圓 去買那個掛軸 那 接著 已經 成本 是非常之高昂的 那 還有其實 以十八本山為例 雖然 他的路線 他的地區 都是我們香港人 喜歡去旅遊的地方 但是 你不會有幾個去京都的郊區 或者 你去京坦神 你去神戶 神戶的郊區 其實 本身神戶 如果以一個外國遊客來說 其實 也不是很多 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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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那 所以其實 那 你是故意為了這個寺院而去的 那 那個成本是時間 金錢 都是 都是高的 所以如果各位 有興趣去 去做一下這些日本的寧場巡拜 是 真言中 十八本山是 一個 可以先試一試的 路線 因為 他所 窄到的 點 相對地 少得十八 因為其他那些動不動 都是有 三十三 或者去到八十八 那 當然 看看你用什麼心態 你是 以一種 換 即是 旅遊體驗的心態 還是 一個 朝聖的心態 那你問我什麼心態呢 我是朝聖的 但因為我和我同行的兩位朋友 其實他們都不是佛教徒 而我不懂得開車 而我哄了兩個懂得開車的朋友和我去 所以所以我就 也要配合一下 不可以太過 太過 太過 吵朝聖的 那 那就去了這個 十八個 本山的 巡禮 下一本 怎麼會 還有都可以說一說 當日本人去做這些路線的循拜的時候 他們都會去一個縣 例如我要身體健康 舉個例子 我發心就走這條路線 當我完成這條路線之後 會有功德 這個功德就會向我這個願望 其實他們都會有這些心念去做 都可以在稍後時間 在一些個人的感受分享裡面 都說一些我們體會到的東西 都蠻有趣的 那十八本山就是這十八間 現在畫面看到這十八間 為什麼是這十八間呢? 因為這十八間在真言中來說 無論在歷史上、規模上 都是屬於比較有一定的意義的 所以就有這個規模 本身就說 日本以前他們因為空海大師之後 他們已經有各自的寺院或者道場去建立了 可能在修詞上或者對於經文解讀上 有一點點分歧 所以就有一個所謂教團的分裂 其中一個最明確的分裂就是 對於大日如來有沒有說法這個問題 都產生出一個分歧 而在這個教義上的詮釋裡面 很主要他們分為新義和古義 古義就說大日如來無形無相 但他們是有說法的 新義就說 既然大日如來是無形無相 那他怎麼說法呢? 他一定是… 即是他根本是他的大悲心 而加持了一個加持身出來的說法 這就是所謂新義的說法 而新義真言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各班上人 而他本人所駐石的… 後期所駐石的寺院 以及他兩位重要的弟子所駐石的寺院 亦都是這十八本身裡面 就是和歌山的根來寺 京都的寺跡院 以及內良的長谷寺 而長谷寺我剛才也有提過 它就是西國三十三觀音寧場 即是日本這個最早期的寧場 寻拜的法起人 德道上人 就是他是長谷寺的開山寺師 所以這十八個本山 十八個山 十八個寺院 在真言中來說 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例如善通子 相傳就是王法大師在善通子時 即是這個子所屬的那個城鎮出世 所以後期那裡就立了一間寺 叫善通子 所以就把善通子也擺在十八本山的第一番 就是王法大師在唐朝回來之後 天皇給他鑄石的東寺 你見到教皇護國寺 因為他是一個這樣的歷史地位 所以他也是挖入十八本山裡面 看到金光封寺就是和歌山 也是這樣 就是這樣來龍線 因為那個寺的地位 或者一些歷史的恩怨 所以就放他進去 下一版